好,来继续啊 接下来的话呢 接着讲 下面的话呢 讲这个比较云算符 比较云算符呢 比较简单啊 来,13啊 这个叫比较云算符 比较云算符其实就是啥呢 就是这个大于 大于就这个啊 然后呢 小于还有什么呀 这个叫大于等于 就是大于等于啊 然后这个小于等于啊 就是这个啊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啊 大家注意还有一个叫不等于啊 不等于怎么写呢 不等于 还有一个啊 大家注意啊 如果我判断两个数字是否相等 就比方说我来个A等于几呢 A等于5 然后呢B等于几呢 B也等于5 我看这两个数字是否相等 在我们数学里边 是不是A等于B啊 大家注意啊 你这样写就有问题了啊 现在在我们计算机里边 这是有问题的 这个叫什么呀 这个叫负值运算符 大家注意这个叫负值运算符啊 一定要注意 负值运算符的话 就是把B的值 把这个5 再重新负值给了一个A 是不是 那这个这个写法是不对的啊 大家注意不能这么写 好 那我们在数学里 在在计算机里边 比较两个数是否相等用什么呢 用这个等于啊 就是两个等号 明白不 判断这两个值是否相等 好 这是一个啊 好 那这个完了之后呢 其实很简单啊 我们跟大家简单的写几个啊 这个2大于1 你觉得这个是对的还是错的啊 是结果是什么样的 大于号运算符 这个结果肯定是对的 是不是 所以就是个错啊 明白不 加于一处 好 如果来个小于哈 2小于4.print 这结果也是数是不是 这就是大于小于 看到没有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大于等于啊 来个多少呢 来个这个4大于等于3 这个结果怎么样呢 这也是数啊 好 然后再来个4小于等于这个几呢 小于等于9 这个结果肯定也是数是不是 好 都是对的啊 因为我写的都是对的 这个就算了 好 那不等于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写的5 不等于几呢 5不等于6 这句话对的还是错的啊 这肯定是对的啊 5不等于6是对的 是不是 好 就这么一个啊 那最后一个判断是否相等啊 我这样写啊 来个 来个这个 来个 哈喽 这个等等于这个哈喽 这个哈喽跟哈喽相等吧 相等的啊 来大家看运行一下走 你看 这个地方也是处啊 这些都是处的啊 都是正确的啊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大于 小于 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 不等于 还有这个 等等于 这个运算符 他们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使用啊 就是比较这个值 它是否相等 是否大于小于哈 好 这是一个 那这个完了之后呢 还有一个啊 还有一个 我要跟大家简单的提一下 我就直接说 说完了 我就做笔记了啊 就是这个不等于啊 除了用这个 碳号等于之外 还有另一种表达方式 叫什么呀 这个不等于还能这样用啊 还能用用这个玩意 就是这个 大家看到没有 一对小的监控号啊 这个也是不等于啊 这个也读的不等于 但这个不等于的话呢 大家注意 你看五 你写不等于六 是可以这样写 是不是 你也可以这样写 六哈 但是呢 大家注意啊 现在你看它报错了 看到没有 报错的是啥呢 它告诉你啊 python 3.7 不再支持这种写法了 看到没有 python version啊 python的版本 3.7版本 不再支持这样的一个写法了 使用用啊 使用这个碳号等于 就是使用不等于 in spite的就是替换 用这个不等于来替换它 明白吧 这就是一个啊 所以呢 大家注意到这个呢 再写一下啊 这个基本上这些东西 我都给大家写出来了 这个叫笔记脚运算符啊 的区别 区别在于哪呢 就是这个python二里啊 可以使用这个不等于和什么呢 和这个和它来怎么样呢 来这个表示这个 表示这个不等于运算符啊 运算符 那python3里边呢 python3里不再怎么样呢 不再这个支持谁啊 不再支持它了啊 只能使用什么呀 只能使用这个碳号等于啊 来这个表示这个不等运算符 好 这是他们两个又有一个小区别啊 我把它都写下来 大家的话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啊 我给到大家 然后大家自己下去看就行了啊 好 这是一个啊 我们把这个呢 算了算了我就不暂停了 我就接着讲好吧 接着讲 其实还有一点点啊 这个比较运算符还有一个特点 使用啊 好 大家看看啊 如果我现在这样写啊 写什么呢 我比方是写了一个a 然后大一段呢 大于这个b 我写a大于b 这个结果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还是会 到底这个结果是true 还是false 还是说会崩溃报错呢 我们来看看啊 来运行一下 走 大家看这个结果 先看崩了没崩啊 没有崩啊 退出码是零 是没有崩的 然后呢 这个结果打印的是什么玩意儿啊 是个false 也就是说 我说a大于b 这个结果是对的还是错的呀 是一个错的 那它为什么是错的呢 到底怎么比较的呢 好 我再来一个啊 你说a不行是不是 来个多少呢 那个abc大于这个b 然后这个结果怎么样呢 来 我们运行一下 大家看 走 你发现怎么样啊 还是false 那这个到底啥比较的呢 这个就倒有意思了啊 这个是 字符串之间啊 字符串之间 使用什么呢 使用这个比较运算符啊 比较 运算符啊 使用这个比较运算符 它会怎么样呢 会 根据 各个字符 出 线的 这个应该这么说吧 各个字符的这个编码啊 编码值 进行比较 进行这个 值这个 进行比较啊 它会根据 各个字符的 这个字符的 各个字符的编码值 然后呢 逐一进行比较啊 逐一进行比较 什么意思呢 大家注意啊 这个涉及到字符串的编码 字符的编码啊 这个编码的东西呢 有一点点小复杂 我们呢 今天先暂时不讲 我们后天讲字符串的时候 我跟大家详细的 batch batch啊 什么是字符 什么是字符集啊 为什么有这个字符集 又什么叫字符编码啊 编码规则 到底是咋回事啊 我们再来详细的说 你就先记住一下啊 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 这里边呢 涉及到一个 一个码表啊 这个地方呢 涉及到 我们是AB啊 这个涉及到一个东西 叫 ASCI ASC ASC 阿斯克 arsk 马表是啥呢 简单的说一说 我们跟大家讲过啊 计算机的话呢 它只认识 0和1 010101 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那但是呢 大家注意啊 在我们这个计算机 发明的时候 发明人是这个国外的啊 他们的母语是英语 那在老外的话呢 它要表示 准确的表示 它的语言的话 它除了0101 除了这个数字之外 它还要表示 是这个A到多少啊 A到这个A到Z这个字母 还有A到这个Z这些字母是不是 那这些字母到底在计算机里边怎么保存的呢 他就做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件事 就怎么样的呢 就是把这个每一个字母都对应一个数字 比方说我们那个A对应多少呢 对应这个97 我这个A对应97 那现在的话呢 97转化成二进制 然后再把它保存到这个电脑里边来 所以呢 A保存的电脑里边就是97 这个二进制明白吧 每一个啊 每一个字母都有自己对应的编码 这个码呢叫ASK码表 最开始的就是我们那个ASK码表 计算机出现的时候 就一个ASCIASK码表 我们可以跟大家简单的看一看啊 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码啊 这是美国做的啊 老美做的 好 这个码的话呢 最开始有多少个呢 128个字符 大家可以看看啊 来我们看看这个码表啊 在这呢看到没有 这里边是二进制的表示方式 这个OCT八进制十六进制和十六进制和十六进制的表示方式 我们看看这个字符啊 我们现在要比较的是谁呢 比较的是小写的A和小写的B 我们看看小写的A 哎哟点错了啊 sorry 那我们看看小写的A它在哪呢 那我们看看小写的A它在哪啊 小写的A来往下走往下走啊 大家看啊 小写的A在哪呢 再往下还往下啊 大家看小写字母A在哪啊 它的对应的字符编板是几啊 97看到没有 它的字符编板是97 然后呢小写的B的字符编板是多少啊 98 那现在你就是A大AB就是97大于98 你说对还是错呀 那肯定是错的是不是 它会按照这个字符的编板来进行一个来进行一个处理啊 拿到这个字符的编板的值 对应的这个编板值啊 好来进行一个处理 好这是一个啊 那有同学说老师 哎你说A大一B的话 我觉得我还 你说这个97跟98比啊 你说这个是97大于98 这是错的我知道是不是 但下面这个咋回事啊 啊 下面这个A是97是不是啊 那我加上这个B B是多少啊 B是98 你猜这个C是多少啊 C是99啊 那我大于这个98 哎这不应该是错吗 嗯 谁告诉你要加起来比啊 我可没有说加起来比是不是 我说的叫什么 逐一进行比较 什么叫逐一啊 一个个比 我A跟那个B比 比完了之后有结果了 就怎么样了 我们就不比了 这个时候就输了啊 不是加起来比 是一个一个比啊 是一个一个比 就是A和B来比 他输了 输了就输了 输了就是放置面 不是用加法 加起来的比的啊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这是字符串之间做这个 做这个比较运算啊 他们呢是根据这个字符 编板的值来进行比较的啊 好 这是一个 那讲到这来呢 大家可能突然间 有同学有灵感了 说老师 我这样写啊 我写个A 大一段呢 大于90 来点print啊 我来这个数字 给他进行个比较 我们看行不行啊 来大家看 周尼 哎 怎么样啊 又报错了啊 这个数字啊 和这个字符字之间 不支持这个比较运算 也不能说全部不支持啊 你看 你写个A 这个等等于90 大家看 你看他报不报错啊 来运行一下走 大家看 这个是报不报错呀 不报错啊 是不是啊 而且有个结果是false 是不是啊 那你写个A 这个 不等于90啊 我这个写A 不对啊 应该写这么写啊 字符串的A 不等于90 大家看这个结果怎么样呢 是个tru 是不是啊 是tru 好 有的时候老师 我这A不等于97呢 97 来运行一下走啊 这个结果也是什么呀 也是tru啊 大家注意啊 这个 数字和字符串之间啊 做什么呀 做这个 等等运算的结果是什么呀 运算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呀 是这个false 那做这个 做这个 哎 差点啊 做这个 不等于这个结果是什么呀 结果是tru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这个 比较运算 比较这个运算 就是什么呀 就是这个 会会不呃会怎么样呢 会这个崩是不是啊 那个不支持哈 然后不支持哈 那个不支持这个其他的比较运算了啊 好 就这么一个概念啊 这是我们比较运算符的一个使用 以及他的一个注意事项啊 我们就跟大家讲这么多 我们把这个呢 先给大家暂停一下 大家感觉如何 很好啊 好啊 对这个 谢谢大家 请大家说